这只母鸡太奇怪了 竟然产下了一枚钢铁鸡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遥远的山里有一处专门养鸡的农场 这里的每一只鸡都背负着艰巨的任务 它们每天至少都需要产出十枚鸡蛋 机器会挨个对它们进行检验 生出蛋的就会平安无事 遇到任务不达标的 机器就会亮起红灯 接着就会把它吸入管道 然后顺着管道 直接投向杀鸡的机器 很快机器便来到小红的头上 小红因为没生出鸡蛋吓得连连后退 就当机器要抓住它时 工厂却突然停电了 小红因为吓不出鸡蛋感到非常害怕 旁边的伙伴们 因为不忍心同伴们一个个离去 于是他们开始商量起了对策 到了晚上 他们就开始行动白天的计划 只见一只母鸡用力地啄着地上的石头 然后一只鸡脚踩机器 将啄好的石头拿到机器上打磨 接着啵啵鸡 开始在网上搜索起焊机的资料 然后电焊机再将石头焊上一块铁皮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间了 小红害怕地坐在那里垂头丧气 但旁边的母鸡告诉小红 也担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很快机器就抓起了小红 旁边的母鸡顺势丢出铁鸡蛋 机器亮起绿灯 小红就这样躲过了一截 旁边的母鸡们也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掌握了制造铁鸡蛋的技能 再也不用担心被扔进机器了 那么你们知道 一只母鸡每天能产出多少个鸡蛋吗